HELLO 你好 我是羅斯 今天的話我們來繼續進行 我們非常欺人隊的藍球石光晶 那我們在上次影片之中的話 我們是4比1擊敗了的 James Harden 還有S.N. Davis所在修士頓的火箭隊 那現在此時時刻的話 我們來到2018的修士頓 在今年 修士頓火箭隊選到了兩個人 包含了第一輪第十數位選到了Makeel Bratches 之後交易給了放回成太陽隊 另外一位球員則是第一輪第26數位選到了Landy Schermatt 那這位球員現在的話也在放回成太陽隊 好 那我們這邊前導介紹完之後 我們就來繼續看一下今年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操作吧 如果各位是第一次看我們這個影片的話 請按下下方按鈕 並且開啟小張隨著觀眾們最新的影片中的態度 也可以加入我們頻道會員解釋更多福利喔 那我們今天總結案就來個Dark Reverse 助理今天就再來個Kassel好了 好 接下來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選秀 我們來看一下當初我們這個Makeel Bratches 是第幾順位選到 是第21順位選到 其實也還能理解 哇 結果連Bronzen也被讀一下這邊所選到欸 他第一年居然才69評分欸 那我們試著向上教育看看 怎麼樣 有想法嗎 OK 那這樣子我們換到這個Makeel Bratches 然後第30順位我們這邊再選擇我們的 Shermate OK的 他多掉了60順位才選到Shermate也是賺的 狀元點Rayton 這邊國王隊選到 國王隊這邊選到Downchurch 尼克隊選到Trey Young 哇 尼克隊選Trey Young 這個就確實有點尷尬 溫德爾卡特被T5隊選到 然後Shermate 狄克選到 我們還沒Banbar 其實這邊所選的我都還算能理解 哇 T5隊今年大滿冠欸 選進三個蠻有用的球員 Bronel Mace Bratches Color Seston 然後溫德爾卡特這些球員 TJ Makanon這邊的話 我們把他做交易好了 因為畢竟球隊沒有兩個空拳後衛了 真的再要他就有點太多了 Jereth Allen 但我們好像不大需要 這邊看起來跟國王隊換這個選手拳的話 是最賺的原因是在於說 你明確知道國王隊在近幾年 戰績都不會太好 多跟你要兩個選手拳怎麼樣 好啦好啦 我們把這兩個原因都換成近了 可以啊 好 今天的首目標是把這個Jereth Noelle 把他給要回來啊 我們這邊給他撥個五年九千萬 應該他是可以接受的吧 差不多差不多 然後另外一位的話就是我們這個Danny Green 來 540萬兩年 可以啦 你看我們這個陣容的完整性啊 非常優秀 那Avan Turner好像已經沒有任何成長性了是不是 各位看一下我們如今的陣容啊 Joel Mb Jimmy Grant Christian Wood Ben Simmons Macheo Fultz Ryvon Covington 他這個時候應該已經28歲了 這年紀好像就有點不太對 這些球員看起來都非常優秀啊 我其實Maisie要把頭牌是Harris要過來的 不過他現在好像是沒有人做簽約對不對 到時候會把他交易過來啊 好 今年基本上所有球員都在發展 恭喜 把年紀稍微做這個調整啊 那他們看起來這個年紀不會這麼奇怪啊 不然 Joel Mb 今天是來到96評分 Ben Simmons來到86評分 Jimmy Grant來到86評分 Christian Wood來到86評分 Macheo Fultz 來到83評分 然後Ryvon Covington 看起來是已經有點停滯了 然後Ben Ilebyo上升到了77評分 非常讚 好 現在稍微把年紀調成 他們現在該有的年紀啊 我自己覺得啦 Ryvon Covington 看起來近幾年都沒有成長性 都28歲了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就先把他做一個交易案 換取Android有個搭打打不錯啊 一位老將回來 也挺好也挺好 我覺得這邊看起來的話 Android Goudala是最棒的選擇啦 就既然都沒有成長性的 就乾脆換回一個老將 Android Goudala回歸分的前輪隊 只是我這邊想要把他打回22位啊 哇 這組的這個防守有沒有 可怕到爆炸 Igoudala外防89 Ben Simmons內外防都還不錯 Jimmy Grant內外防可以再練 Christian Wood內防81 190幣內防97 哎呀 怎麼想怎麼賺 然後另外一位我想交易到一拳的話 就是我們這個Batmore 誒Ryvon Covington再回來 恭喜 這波老實說我不虧 Ryvon Covington 恭喜你 再度回歸有盲烈 誒 我怎麼又回來了 我怎麼在同一天又回來了 我真的是笑死 但我們這波除舊換新之後的話 好像其實也沒有換新啦 我們只是把人換了一下而已啊 那我們現在的話就先來看看 今年的話我們這個陣容上 會不會拿下更好的戰機呢 現在來到2月13號 目前為止的話拿下46分的失敗 今年我們已經是這個 也不要說歷史級別啊 至少是聯盟頂級啊 現在只有奧哈瑪雷琳隊 可以跟我們與之匹敵啊 我們來看一下 Kevin Durant加Russell Westbrook 兩個都還巔峰時期 這邊再加上一個Tama Mitchell 恭喜 哇 這組合其實挺有料的 哇 怎麼他們這麼多大重點啊 奇怪了 但也沒關係啊 但我們現在這個中午怎麼想 我都不覺得我們有可能會輸 你知道嗎 只是Body Hill跟Danny Green之間的話 我最後可能選的是我們Danny Green喔 因為畢竟真的防守比較好 要不然我們試著把Danny號也要過來 雖然2285萬 這有點貴啊 實在 CP值沒有那麼高啊 Robot Comet 你覺得怎麼樣 幹 諾斯 你又拿我去交易 那 那也是沒辦法的事情啊 不然我們 被矮的派友加上 Android Guadala一起交易掉 這樣你新日常是合的 這樣我們先發打Danny Green 替補打Body Hill 他再加Seph Curry 然後他給我一個那個North Code 其實這個我覺得換了沒什麼差耶 我們替補加Danny號有多賺好不好 把藥回來吧 進攻防守 99平分 恭喜 因為其實Body Hill的士氣也慢慢下降啊 如果他一直待在替補的話 他心情也會不這麼好 所以我這位寧願要個Danny號這樣的老將啊 好 那我們今天就直接來到寂寞吧 接下來來到寂寞的今年的話是Ross 1 拿下MVP 而我們變成7人隊的話 拿下60%是失敗 咦 我們居然7人隊9萬P只有D2陣 防守呢 我們防守也沒有 咦 我們防守明明聯盟第一 居然一個人都沒有入選 太過分了吧 那現在看出來我們這先發陣容 哇 這真的是強到爆炸 雖然Makia Force已經可以拉上先發 但我還是讓Danny Green去打2號位啊 因為就一句話啊 外線防守93這個真的是屌到不行啊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要對黃紅隊是不是 黃紅隊什麼陣容 啊 Camper Walker 就這 不好 我們就直接跳過去啊 我們一定是不可能輸的啊 紐約尼克隊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考慮一下 Trey Young 哇 這陣容 其實挺好 真的挺好 而且我記得還有Lanzo Ball對不對 但我認識上我們對決紐約尼克隊 我們也不怎麼可能輸欸 因為畢竟內線雖然是可以平起平坐啊 但是外線這個防守 Trey Young就直接被Ben Simmons手爛啊 這一定想都不用想的啊 我們來看一下吧 呃 是比 喔 OK 好 接下來是有這個新人王 D'Andre Ayton的這個自家公務隊啊 哇 這足了 好啊 雖然我真的很想看自家公務隊 但是我自己覺得打雷霆隊的話應該會更加精彩啊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來看一下 1-0 1-1 2-1 3-1 4-1 我跟你講 真心不幸我們有可能輸給這個自家公務隊啊 哇 他們全員健康這個陣容實在是太美了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對決雷霆隊 光澤組合看了內流滿面啊 Rossel Westbro 加 Kevin Durant 巔峰時期啊 我們這邊的話就直接來給各位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藍霆隊隊的七人隊比賽 目前為止的話 124比123雙王的話 來到一番差距 這邊是直接被Green的一個神手妙操直接操掉了 Westbro 面對胡丁位置的Ben Simmons 再給到Green 再來給到Dran 藍底下兩人包夾 出手好球 哇 這個防得很好 Danny Green 胡丁位置 再看到底角Ben Simmons 燒到藍底下直接用身材優勢直接壓過對手啊 剛剛可以看到威少在地上躺了一段時間啊 看起來他有點懷疑人生了 這邊是Jermont Green的一個擋拆 再回給Dran 一個顛簿往前 哇賽 這邊直接被Cretion Wood的一個護過刺後 Facemus 下一個擋拆 這邊換防了 來到藍底下 哇 這個假動作 原本以為他是要往右邊進攻啊 沒想到他一個反手直接把球送進了籃框裡面 Westbrook 這邊一個短檔拆 沒有成效 喂 這邊直接Jermont Green的過來協防 不過D角Cretion Wood居然沒有放進這個三分球啊 哇 這倒是讓人家蠻意外的結果 Ben Simmons 燒到藍底下 這球是被Russell Westbrook守了下來 這邊Cretion Wood的對位 再看到藍底下 好球Danny Green 一個禍鍋 哇 我們七輪隊的防守真的太厲害了 哇 我們七輪隊的防守實在太厲害了 Danny Green 這邊給他是Ben Simmons 這邊來到進去附近 一個左側轉身 好球 哇 哇 這真的是一個分享夢幻的腳步啊 把對手配到右側邊之後的話 直接往左側攻框啊 Russell Westbrook 一個殭屍跳投 這球是打剛剛上面沒有進 Ben Simmons 這邊再給他Danny Green 三分球直接拔起 這球有點被干擾到了 Westbrook拿下籃板 這邊回給Mitchell 哇 Mitchell被撞了一下之後 直接彈回到外線啊 Westbrook 一個轉身 兩人包夾 選擇出手 球還是沒有進 球給他Ben Simmons 這邊直接給他藍底下 Joel Albu 試驗下最後50秒 傳播後 已經來到7分差距了 這邊 雷琳隊必須迅速的 標一個三分球之類的 籃底下 Wallace 直接出手的球禁 那個時候還是新秀時期的Rubber Wallace 哇 這邊是直接採取包夾狀態 哎呀 這個包夾其實沒什麼用啊 因為你讓Westbrook來跟Ben Simmons來做這個 跳球的話 那肯定是跳不過的 跳球 跳到了 那這個情況下的話 你們還是得做犯規戰術啊 兩防刀進 Westbrook 兩人包夾 然後藍底下一個火鍋 直接散投火鍋啊 哇賽 那這邊看起來的話 雷琳隊也沒有想要 繼續做犯規戰術的情況了 這邊再給Wallace 球還是沒有進 最終比數123比116啊 哇 只有比數的話 居然差了這麼大 那我們這邊的話也是優先先贏下了一場比賽 並且是卸賽領先 今天Bad Simmons得到26分 5籃板 6助攻1超級1超級1足攻的表現 Christian Wood 今天得到22分12籃板 6助攻1超級3足攻的表現 九萬瓶今天得到20分11籃板 3足攻 Rossel Westbrook 今天是得到24分5籃板 11助攻2超級1足攻的表現 再來Mitcher 今天得到22分4籃板 3助攻1超級1足攻 Kevin Durand 今天得到17分4籃板 8足攻的表現 那今天感覺他有點被針對阿 所以導致於他整體Mitcher 1是十分的不佳 最後來看看總冠軍的話 會不會是我們的廢人器人隊 恭喜 4比0 Bad Simmons拿下FAP 差距18.06分 7.8個藍板 6.5次助攻 2次的超級1.3次的火鍋 今年選用權的話 是第11孫位 可以阿 但我們在今年的話 事實上是只選到一個 這個Tie Drone 那也因此呢 我產生了一個大計劃 跟各位姐啊 沒有錯 Jim Butler 來囉 那我首先 Jimmy Grant 跟Christian Wood 兩個要走一個的話 我走誰 我肯定走Christian Wood 那由於明年 我肯定會把毒牌號碍給虛約回來 所以 North Noel 請你離開 剛剛那樣換不到我把Christian Wood 換到五號位 這樣子的話應該就可以換得到了 OK 換到了 這樣子的話 你就想像一下Jimmy Grant 打回十號位 然後Rober Compton也打十號位 我想不到這組合怎麼輸欸 真的 太豪華了我的媽 但今年我們還保留一個 二輪的選用權阿 我跟你講 二輪選用權我們可以補一個 Kilton Johnson 哈哈哈哈 Kevin Porter 哈哈哈哈 隨便選一個 竟然我們都是賺到爆炸的那種 但我這邊更傾向於Kilton Johnson 哇這真的是你媽陀河裂開 真沒想到 我真沒想到 我有辦法在這個時候要到Kilton Johnson 哇我們這陣頭已經 毋庸置疑的神了好不好 就真的只差一個多少號了 五年七千萬 是不是 欸匠星狂人 直接匠星匠星 匠星毒運 太神啦 這邊再加個Patron Mills 兩年九百萬阿 可以啦 啊 當然可以再加上個Grank Odin阿 沒有問題的阿 哈哈哈哈哈哈 以後請教主團天才阿 真的 這種太誇張了 雖然Rober Compton因為打十號位 所以降兩點評分 但我自己認知上 必然得要這樣做嘛 然後我們二號位這邊的話 還有這個McKill Brachers 如果我們把他拉到三位的話 知道可以長得到這個79名分左右 哇哈哈哈哈 這陣頭 哇哈哈哈哈 太舒服啦 我們說Danny Green的外防九色很屌對不對 G-Bowler外防有90 那我們在這個時空裡面的話 已經把這個陣容弄到 已經頂到一個不能再頂了 我想不到這陣容還有辦法怎麼輸 你知道嗎 太誇張了 你要我說我覺得Cretion Wood走掉很可惜嗎 我認同 但是我自己認知上 Noelle跟Dawai Howard的話 我其實更喜歡Dawai Howard 所以兩者之間薪資差不多啦 但是我覺得替補加個老將 我自己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好 今天我們繼續來到季中吧 各位觀眾 現在我們來到季中 五十勝六敗 嗨 怎麼說呢 聯盟頂級操板手就在這裡啊 真的 當然我甚至覺得Miles Brachers 可以了 你真的可以拉上三號位了 哎呀 80評分 恭喜你 但我們這邊Body Hero 就會陷入一個很尷尬的狀態 就是因為我也用不到他 所以乾脆呢 再把他做交易 Body Hero 加 Gran God Wesley Matthews Gordon Dragic 不錯 哇 這換個Michael Porter Jr 哎 這個我也是神賺 另外一位壞就是我們這個 Josh Richardson 欸 勇士隊這邊再補一顆射手隊 他們在說怎麼樣都是賺的嘛 好不好 只是我這邊要跟你要個選手拳喔 這樣不行喔 這邊他在跟我要個2020這個選手拳 好 沒關係 我覺得這樣子我不虧 先發替補 一次排開就是長這個樣子 我自己覺得沒什麼大問題啊 然後這邊再給9MB 3年9210萬 OK 我覺得今天我們就來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這個戰績可以到什麼程度就好了 那我之後可以再做一期影片 因為我覺得 我們這個組合已經強到一個 不可思議的程度啦 我們在今年紀錄賽的話 應該是有機會可以達到3連霸了 我們就直接給各位看一下 例行賽的表現吧 各位觀眾 七十四勝 拜拜 突破了金州勇士隊所創下的紀錄 恭喜各位 哇 我真的沒想到我721隊可以經營到這個程度 各位以後請稱呼我 汪潮摩斯的天才啊 這太棒了 今天9MB拿下MVP 張萬聖拿下這個最大星系 Cristian Wood最大第二人 EAXS的COMBO最大防守球員 Jerry Grant最大第二人獎 以及Dark River 創破歷史紀錄 然後今天9MB是直接拿下第一陣 然後防守一陣的話 有我們Benzimus二陣的話 有我們9MB 好那在下期影片的話 我會來繼續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在這個陣容上的話 有沒有辦法拿下這個 三連霸的壯局 那我們在下一次的影片的話 會來對決 我們只要夠對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辛老東加之間的一個強強對決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來見囉 掰掰